五优马的行持强号 他们的速度上限的话都是130公里 具有倾斜的功能 那行车时间的话可以大幅的缩短 理科增加这个可预取的 将来我们的领域会大幅度的成长 我们的会扩建 就是整个站环会拉大 然后领域更多的理科 每周五晚上八点 请锁定大爱探索周报 感谢观看